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3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5个 尖碧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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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做金刚书衣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住右臂 从坐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书衣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我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 获得这种僵责 藏城满泽在深aven肚地顴着 韩频 转身 Claire ech meters 帮你来的物贩, 我quinho再给你 screenshots线的, 公 unplug我打电话, 保小这个面道合作闹真上rz。 突然在, 后面我对你来我的方法吐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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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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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前面我们也继续观察了 从整个身体外面的表皮 一直到里面的进入 然后到内脏之间 也没有什么可知的进化的成分 那么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身体 在身体的骨骼当中 或者是身体的裂层有一些值得接受的 值得取受的 值得贪执的东西的话 那这也是一种妄想 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愚蠢的想法而已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昨前天所讲的那样 人的身体可以不断地去抛弃 不断地可以去分析 当分析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从自己外面的整个身体的框架 一语地分析 最后到了内层的骨骼 到了内层骨骼的时候 所谓的骨骼也实际上是 没有真正值得所谈的东西 我们百生生的这些框架 一个一个就分开 分开的时候实际上所谓的骨骼 也是骨脂 骨木 还有骨髓等等 就是这些组成的 除了这个以外 应该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到了石头林以后 天葬寺正在破析的骨头 也可以对自己的身体 生起一种定解 有时候看到这些 几十年的这种白骨 你拿来可以看一看 其实这个白骨 曾经有些人把自己的白骨 也是非常的执著 但是现在到了这里以后 他也没办法执著的 只不过是我的身体 也是过几年以后 也完全跟这个质量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就自己把自己的骨骼 跟石头林的这些白骨结合起来 然后可以观想 观想的时候 完全能明白 所谓的人特别执著的这些身体的成分 也是只不过如此而已 因此我们也可以相相细细地 从头骨一直到紧骨 脊椎 打小腿 所有的这些骨骼 相相细细地去观察 如果你相细去观察以后 最后在整个骨骼当中 有没有什么可知的 所取的进化呢 的确是没有的 尤其是人的骨头 基本上都用不上了 是哪个一夜的一夜 这下快遇到尸体 是什么证地的纹路 产迹的 镶放摄性 也得比较高 上等下就是纹路 就是纹路那边尸体律 所谓的摄性 同地的骨骼 也不在哪里 让人着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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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是好像一个口袋里面装一个不经分一样 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首先整个身体的里里外外再三地去观察 再三地观察以后 从中如果带到了少许的有一些干净的地方 或者是有意义的地方 那我们值得也是赞叹自己的身体 赞叹别人的身体 这也是合理的 可是并不是我们没有任何名有而毁谤我们的身体 这也没有必要的 但是真正从身体的质量 从身体的里里外外去观察的时候呢 自己也是找不到一个精妙的东西 别人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对自己的身体最好也是没有必要 特别的过于的去贪吃 如果你去特别的贪吃的话 那这也是不合理的 的确是不合理的 不清净的一个食物 我们一直把它当作黄金的话 合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对厕所里面的一个不经分 当作黄金的话 实际上它又没有这个价值 大家应该清楚 所以龙猛菩萨有些教言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吧 说美女的身体再怎么样好 那么就像是一个不经分一样 不经分就是 形状再好 再怎么新鲜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们也应该知道 自己的这种如生的本体 如生的本体如果已经知道 那么我们平时也不一定吧 所有的这种经理和财物 全部用在那里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提醒你 大家请不要加点赞 订阅 您的老师 来自你 来自我 这种人的经理 来自你 来自我 这种人的经理 来自我 这种人的经理 来自你 我现在就给你个人务尤识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人 来自我 这种人的经理 来自我 最后 来自我 最后 来自我 这种人的经理 来自我 我们都给你一个人的 我ol家是在哪里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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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那以后呢 使徒宁的这些动物啊 他们吃品多方面做好一些准备 就像我们有些猪人天天都是养鸡啊 养猪啊 最后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猪人家吃得好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是吃吃喝喝 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是使徒宁里面的这些老鹰吃得饱一点 唯一的目的 我们的身体暂时都我们的客房一样的 一定会 当你在这里写一晚上第二天不管怎么样肯定要退房 你肯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前往别的地方去 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在这个身体当中 就像一个客人一样 就像佛的心里面说的一样 就像暂时借用的一个客人 就是渴望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待几十年以后 我们一定是把这个身体就舍弃 然后前往另一个地方 应该说是从另一个里头开始启程 就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就开始了 所以说 我们对轮回的整个生意 对轮回整个满满的路程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这个没有了解 人总是只有一次了 这一次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弄好所有的 所作所为 全部是为了精神的利益而做 那么这些人是真的非常愚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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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讲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借用身体 以用身体 行持善法才有真正的意义 本来我们的身体 确确实实是三十六种不经法组成的一种事物 但是依靠它 也能获得一些利益的 像《中观四百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那么我们行持善法方面 依靠这个身体 依靠这个身体也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依靠这个身体 受持清净的戒律 行持善法 做布施 流度万性 生起菩提心 我们虽然这是非常不清净的一个东西 但是依靠不清净的东西 实际上让我们心量 自己的心得到永恒的解脱 得到永恒的快乐 这也是依靠这个身体 所以我们在前行当中 有些教言当中说是 依靠这个身体 也能获得解脱的主 解脱的这种大船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 也千万不能把这个身体 我现在生病也酸了 这个身体不是上师讲了吗 不清净的东西 我不吃药 我不喝 我不看病 我死了就死了 你看我这个身体是这么丑陋 就是我不想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信念了 再也不什么 也没有必要这样的 虽然这个身体本质就是这样的 我完全已经明白了 但是我依靠这个身体 我还是要行持很多的善法 我依靠这个身体 我要帮助众生 要利益众生 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 绝对是最有意义的 什么 《萨迦格言》当中 也是都是这样讲的 就是平时不为他人相 死人行为如旁生 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平时 如果没有为他人相 整天自己的吃吃喝喝而相 那跟猫有没有什么差别 这种做法不合理的 但是我们现在活在人类当中 应该做一点有利益的事情 对自己也是有利益的事情 乃至生生世世 应该打好一个解脱的基础 对众生 哪怕是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种下一点点善根 这也是有一定的价值 和有一定的利益 听说的这种想法一样 您跟那一样的调子 都不能掌握一下但是不为此 对这种想法啊 还没在这种想法 今天就会是解脱的了一样的 就是哪个二十三代 可能就是不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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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时候 四周也不会留情的 他就像《正法念珠经》里面所说的那样 所谓的四身 他是根本没办法避免的 他会抢夺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最后我们再怎么样爱活的话 最后在我们的身体抢夺之后 他就直接送给头酒 野狗等等 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应该这样想 以前《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说过 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众生会死的 决定是死的 但是死的方法和死的时间 当时死的这种死缘 就是这种因缘 什么样的方式来死谁也不能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一定要对未来的死亡还是要值得考虑 没有考虑的话 你所谓的死亡你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 突然就来了 其实这种事情 每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发生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 如是地脆弱 可是我们永远都是有 好像自己根本不会死的那种 特别坚固的执著 一直束缚着 这样以后对我们的修行 直接是有所障碍的 因此我们时时刻刻地 应该这样想 我的身体 依靠身体 哪怕是活一天也是 我好好地念一点主义 好好地看一点书 好好地在心的相续当中 种下一个很好的善根 一直这样想 然后突然这种寺院来的时候 有些寺院不一定来得及 有些寺院可能让你在临终的时候 可能想一些善法 我来说这种寺院不应该是双人希望了 我就睡醒了这个声音 好久你也 rebound了 我揭说这种寺院看起来 你看起来 stato高声的 它就兑得依靠你 我揭说了 不要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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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